今天我們去到一方城購物中心 這也是近深圳灣的商場 如果在深圳灣打車過來大概是30元 要坐20分鐘左右 如果你要乘地鐵就是一號線 去到保安中心站的F出口下車 就可以來到這個一方城 但千萬不要在羅湖過來 羅湖過來是很遠的 雖然大家都是一號線 但它也是很遠的地鐵站 將來深圳灣地鐵開了之後 大家就會比較方便 我們今天經過一方城 是很想來吃這個肥西老母雞的店 誰知道來到才發現 本身是一間紅色的店 來到它是完全改了 改了名字 這間店是香港人很喜歡和它打卡的店 我們來到也有點驚訝 變成了老香雞 原來全國千多間分店 都轉了名字叫老香雞 因為它是上市 然後說肥西老母雞的名字 好像聽起來很油膩 所以就改了名字叫老香雞 但它還是保留了肥西老母雞的湯 這間店是爸爸介紹給我認識的 我之前原來沒有聽過 不是吧?怎麼會用這個名字 但原來是真的 在維基法科上更加寫了 它在香港的知名度是比較高的 就是因為它在粵語中有一個特殊的含意 維基法科說 這個雞湯是說明用龍膚山泉的水去燉製 這個是我超喜歡的品牌 我回到內地一定要用一支龍膚山泉的水 另外它店裡也掛著我 說世界衛生組織公佈 老母雞湯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湯 而它也說在肥西這個地方 是一隻老母雞都走不出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口笑 肥西其實是一個地方名 然後就是一隻老的母雞煲成的湯 我是非常想試這個湯的 它是像家常小菜一樣 也是很便宜 但是因為沒有寶寶椅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吃到 臨時臨急又不知道去哪裡找東西吃 唯有去綜合一個流程去吃東西 隨便讀一間 因為其實都已經天黑了 六點我們很少會這麼晚回去 真的要快吃 因為回去也晚 我們就看到有這個天天海南雞 即是吃不到老鄉雞 隨便找一間雞吃一下 它就說在米芝蓮的新加坡餐廳 我們又試一下 但是原來這間是貴的 雖然大家都在地府 加南已經躲下了 小朋友大件事 到了吃飯時間 他躲下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還沒吃飯 回到家又不知道怎麼辦 看到有天天海南雞 和正宗海南雞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之後就想會不會是 一個是雞胸 一個是雞腿 另外它的菜式都非常多 有很多的串燒 蟹 很多的新加坡的特色菜 我想就是 但是價錢一點都不便宜 叫個芥蘭都三四十塊 一個海南雞都要九十幾塊 然後看到它的蟹 說三百多 就不用想了 我們就想著吃個快飯 吃個海南雞吃個飯 叫碟菜就算了 最後就叫了這幾樣 它的價錢是一個高級餐廳的價錢 因為它要收茶位 它的白鞘紅茶是十元一位 收了兩位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米芝蓮的天天海南雞 它賣相挺漂亮的 一樣好像平時吃海南雞 有三個醬汁 它有個青檸都切得很漂亮 有些青瓜半碟 但是告訴大家 是不好吃的 很粗 是我吃過最粗的海南雞 真的是鞋底肉 那種粗 我不知道它是否 因為這個是雞胸 我懷疑是雞胸 因為雞腿沒有理由是這麼粗 我之後看回 如果你選擇另一款海南雞 是有個腿的 可能米芝蓮就是喜歡它夠瘦 另外這個是蝦頭糕金湯炆豆腐 這個很好吃 49元這麼大煲 它的汁可以送到兩碗飯 有很多蝦 有很多豆腐 還有 最重要是那個汁拌飯 這個吃得很開心 它還要有個火燒著 因為小姐睡了 我都問她拿了一個外賣盒 打包了飯 然後這個我們拔起了一半 回到她就跟她吃 因為她始終都要吃飯 起床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醒 很糟糕的 如果突然間過關醒了 然後說沒有東西吃 然後又有尖叫 那如果天天海南雞要89元 那我建議大家來到 是要吃這個蝦頭糕金湯炆豆腐 只是49元 就是便宜一半 差不多 那我們真的只有兩個人吃東西 看它的價錢是不便宜 所以我們就叫了三樣東西 還有這個芥蘭 這個芥蘭39元 青檸鹹魚 小芥蘭 那是批了它的渣 批了外邊的框 是好吃的 有些火燒著 那我寧願是39元吃個菜 我都不會叫那個海南雞 那好吧 這間餐廳都沒有什麼特別要推介 那今天全部都是說雞的 即是快閃地跟大家說說雞的故事和由來 下次再嘗嘗那個老母雞湯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方城是很大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店鋪和餐廳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這裏 去選擇別的餐廳 再分享給你們 拜拜